心如流水长自在 你们看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谁照样在流 你看我们在人间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我的心照样 如如不动地学佛念经 放生许愿 对众生好 能够帮到众生 这就是我们的心如流水长自在 因为心中有佛性的流淌 那我们不管碰到什么 外在的环境变化 我们都如如不动 所以云如翻滚何必有 也就是说 你今天云成的翻滚 你看到的 但过一会儿它又没了 你今天的烦恼是今天的 明天就没了 明天有新的烦恼出来 后天有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出来 这就是人活在人间 应该守住自己的清静之心 我们经常要懂得 不管做什么事情 有的时候心情呢 人呢总是有难免 不愉快 不痛快的时候 有时候用现在的人讲 经常会遇到一些崩溃的事情 现在年轻人一开口就说 师父啊 我崩溃了 过去人不讲崩溃了 过去人就是忧郁了 想不通了 痛苦了 心里烦恼了 现在人动不动就是崩溃了 那么不管发火 发怒 发飘 发脾气 你都是在生气 师父经常跟你们说 这个气是生出来的 你不生 哪来的气 你想不通了 堵塞了 气门堵塞 气场不运作 然后你这个气就生出来了 但是不管你和谁生气 受伤的 记住了 永远是你自己呀 你跟别人生气 不管谁对谁错 你们记住了 不管是谁 你一定首先受伤 而且你受的是重伤 所以人家 真的有智慧的人 不会轻易生气 生活本来就离不过烦恼的嘛 你今天在这个世界当中 你哪离得开烦恼 所以调整自己的内心的 自己的心态 非常重要 就像中医讲的 一个人要学会调养身心 调养自己的内脏 今天火大了 多喝点水呀 像很多南方 我们的佛友经常喜欢煲汤 最近天气比较凉了 它开始进步的时候到了 它就会煲那些比较有营养的 比较能够热的那些汤 来调捕自己 如果最近呢 夏天了 天气比较热 火气比较大 那么就开始呢 要清补凉 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学会 来调节自己 不让自己的心受到伤害 调整 就会慢慢的让你 心灵当中的根本 根本是什么呢 本来就是平静的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 hart就是平静的